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上周六凌晨被开除党籍遭逮捕谱调查 不过陆媒统一口径的报道 一些微博甚至还关闭了评论功能 许多访台的大陆游客透过其他的方式了解周永康被掩盖的罪行 江泽民派系大老虎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遭捕被撤党籍 虽然许多陆媒报道评论 但是大陆游客反应不一 这个事情我不谈政治 对不起 周永康被捕那是肯定的了 真的为什么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名吗 他是主要是 我看是还是那个 那个访谈吧 这次 那你觉得他跟江泽民有什么关系 江泽民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就不知道了 这样子哦 那你觉得想要就是下一个谁会跟着一起跟我们 那我不能想下这个可能还有一批吧 还有 在退党景点上周永康江泽民贪腐 迫害法轮功在国外挨告等讯息 早已被广泛传播 但是大陆媒体在周永康案上 一律引用中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说辞 而且一些媒体的微博还关闭了评论功能 而港媒和外媒报道则从周永康的泄密 巨额受贿 情妇 中共报道透明度 量刑等五花八门 有海外法律界人士认为 这次中共官方公布的周永康六大罪状 比薄熙来罪行严重得多 他是死罪难逃 死缓已是幸运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 周永康涉及到太多的不法的行为 包括这种反人们罪 活摘器官啊 动电的这种行为 所以对周案的猜测 也是在大陆引起了人民的很多的热议 在这个时候呢 中共呢就非常害怕 因为第一 他无法全部公开周永康的罪行 第二 他又恐怕老百姓借周永康的案件 去引发出各种各样的争议和是非来 这个大王虎跟这个武松之间 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 是您自我活的 谁也是弃虎难下 他们谁都不可能先停下来 谁一先停下来 就会为对方站点 就在周永康案正式告一段落的两天前 曾提拔重用周永康的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 还在媒体上高调出现 说江泽民在十一期间参观国家博物馆并提词 不过这个消息足足拖了两个月后才被报道出来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叶科认为 这显示江泽民的活动空间很有限 新桃利亚特电视胡宗翰 易如詹永如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